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方小报道 中国房产危机实力 网民 房子卖了 心在滴血 中国房地产行业 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 但在过去的两年里 随着房地产商们 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下崩盘 房子已成为赔钱的投资 房价快速腰斩 导致业主们急于卖掉房子 然而几番降价 看房的人寥寥 只有在大幅降价后 才能把房子卖掉 业主们说 房子终于卖了 心在滴血呀 一年多时间 房价从140万降到87万 湖北网民佳哥25日发视频说 他的一套老房子终于卖掉了 价格却令他难以接受 从最初挂140万 仅仅过了一年多 降到87万成交 价格整整跌了40% 我感觉 现在我的心真的在滴血呀 真的是亏大发了 他讲述了几经周折 好不容易把房子卖掉的过程 他说 最终的成交价远远低于我的心理预期 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他的房子挂牌一年多了 去年开始挂出来 以为毕竟是学区房 而且地理位置优越 位于市中心 所以开始的报价是140万 但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报价不得不一降再降 看房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尽管对房地产市场不景气 有心理准备 但是他没料到 他认为140万是非常实惠的价格 因为在2017年 这套房子有人要出200多万百 他当时都没舍得出手 去年挂了140万 两三个月看房的人太少 看房的人也不给出价 找房子的各种缺点 逼他主动降价 后来 我看房价整体跌得太厉害了 包括小区里很多业主也都卖房子 挂牌量越来越多 价格也是越来越低 我也只能随行旧市 不断调低房价 降到115万 他说 虽然来看房的人多了一些 但是给的报价很低 有的直接就砍到70万 中介也让他把房子 直接降到90万 我当时听了之后 我真的是非常犹豫啊 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 真的是远远低过我的预期 他讲述 就在今年过年前 家里突然出了点急事 非常急要用钱 到处借钱也借不来 他狠狠心 咬牙把房子降了20万 挂牌95万 来看房的人中 出价最高的是一对年轻夫妻 出价85万 后来他们谈了三四个小时 最终以87万成交 河南网民 曾经可卖180万 如今85万成交 河南网民陈大高25日表示 25日是正月16 我的房子终于签约卖了 价格难以接受 血亏呀 亏到吐血 他讲述 房子是2016年买的 加上装修 加上七年 还的房贷利息四十余万 房子的成本是136万 2018至2019年的时候 房子能卖到180万 房子位于河南郑州 行阳市甲鱼镇 距离市区很远 他们没有住过那个房子 房内还配有家具 最近想尽快卖了 起初觉得可以卖120万 挂出去之后 看房的人非常少 半年之后 中介联系他 让他降价 因为他着急出手 所以又降低了5万 挂了115万 可是看房的人 也没有几个 同小区有90余万都卖的 有一个看房的人 直接砍到80万 还有一个人 直接砍到50万 我真的是差点被气得吐血呀 他再次听了中介的劝告 降到100万 但是心在低血呀 也不得不默认了中介的要求 挂100万卖 这时看房的人的确增多了 但是仍然没有出价的客户 后来他咬牙降到了95万 最后遇到了一个 出价85万的客户 最终以85万的价格成交 中国房地产危机未触底 2021年以来 英五五十多家大陆房地产企业 出现了债务违约 包括两家房地产巨头 恒大和碧桂园 如今不仅房地产市场频频爆雷 房子也是越来越难卖了 中国2023年的房屋销售额 同比下降了6.5% 据中国投资银行东兴证券的数据 仅2023年12月的月销售额 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7.1% 新项目的投资也已放缓 去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 比上年下降了9.6% 外媒称 这次的房地产衰退 已是有记录以来时间最长的 不仅仍在持续 而且还在加速 市场尚未触底 NetexesNetexes 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 爱丽西亚 加西亚 耶和雷罗对纽石说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